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任何事实际上都是有利有弊 所以才有一个选择 这也是研究经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因为我们要有辩证唯物主义 一个我们要有历史唯物主义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很多问题 你就能想透它这个原理 要不然你想不明白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 它一定这样 后面你能看到它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这也被无数的实践 跟这个现实问题所印证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说我们要吸收全人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 提倡这一点 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多看文献 多看文献 不仅仅是看教材 我特别倡导同学们要扩大阅读面 多看其他的文献 也不要去区分是这个国家的那个国家的 只要是有用的我们都要吸收 第三我们要立足国情 实事求是 作为中国的学生 在我们国内学金融 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的金融问题搞明白 搞明白 这是最最基本的 我们因为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国本身是现在世界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前面讲了我们整个中国的金融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的银行的利润是全世界的第一 我们在全球大银行的排名当中 我们的几大银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现在 因此 我们要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来考虑金融问题 第二点呢 学习金融学的极点体会当中 我个人理解 因为我也是金融学的老学生 从79年开始入这个门到现在34年 也学也教 我个人理解 确实是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金融的正确的金融理念 这个我印象当中 我们有的同学很可爱 在转专业的时候 问他们为什么要转专业 说因为妈妈要炒股票 我想帮他炒股票 所以要转专业 我觉得同学很坦率 这点很可爱 但是我当时就说 你要这个理念学专业不行 我们学专业 学金融不是为个人 对吧 你们都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你们是同龄人当中的娇修者 我们学金融不是为个人 特别是作为金融从业人员 我们一定要有个正确的金融理念 那么在这次次贷贷危机之后 所有的老师 学生 从业人员都在反思 其中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美国耶路大学著名的 罗伯特希特教授 在给他的毕业生 发表演讲的时候的几点 我摘录了三个要点 我个人非常的欣赏 他的三个说法 第一他认为 金融业追求的最高目标 是社会效益 我们有很多金融从业人员 理念是有点问题的 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小团体的利益 所以他会不择手段 所以有时候甚至违法违纪 那是很可怕的 是绝对要不得的 人家说你陌生手 伸手必备做 如果你不是以社会效益 作为整个金融业发展的最高 追求目标的话 那么金融业发展一定会走到歧途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他认为金融不仅仅是管理风险 获取收益 很多人认为金融干什么 金融就是管风险 然后金融干什么 就是挣钱 是不是这两天说错没有 也没全错 是金融业是需要管理风险 金融业是需要让大家 获得更高的效益 但这不是全部 这个罗伯特希勒认为 好的金融 必须是社会资产的看守者 和社会价值的支持者 你所换句话说 比如你将来从业 你当客户理财经理 你不能光考虑你自己的提成多少 收益多少 你应该为你的客户 把他的资产管理好 同样作为我们整个金融业来说 应该使得社会资产 你是一个好的社会资产的看守者 而不是一个看守自导者 对不对 为什么会出现老鼠仓啊 为什么有的基金经理 让人那么讨厌呢 他不仅仅没有作为 社会资产的看守者 反而是监守自导了 别人很信任的 把财产委托给他 结果他用来自己牟利 那不是太可怕了 那样的金融理念 你说是不是 他除了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他还有什么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再一个呢 他认为对金融从业者 最真实的奖赏 来自金融民主化 所带来满足感 他专门解释呀 什么叫民主化 就是给需要的人 带去金融服务 我们不要偏偏地理解民主化 让我说几句话的人民主 那是最狭义的 真正的民主 就是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 需要的人满足他 那么第三 他认为最安全和正确的前进方向 是通过技术业务创新 为中等收入和穷人 提供全面和便利的金融服务 我们过去都有一个 在金融界很流行的 所谓二八定律 就是80%的利润 都是拥有20%的高收入阶层创造的 所以要为金融认为 金融天生就是闲贫爱富的 那这个理念呢 现在被事实证明并不正确 并不正确 那么包括我们现在同学们 可以关注一下 最新大家都在研究 美国富国银行问题 富国银行突然一下子冒出来 成为现在全球市值最大 挑战工商银行 那富国银行的特点是什么 它就是为这个个人小业务 就是做小企业贷款 小微金融做得很好 因此呢 这也证明了 就是为中等收入穷 就是为大家服务过程当中 你是金融业发展最稳健 那么过去华尔街投行 五大投行 为什么在瞬间都倒闭呢 在这次金融次贷危机当中 几乎无一几年 都出了问题 就是偏离了正确的金融利益 我认为 耶路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 他的这几个总结 是从美国次贷危机当中 他们切身体会当中 总结出来非常经典的 经验和教训 这是值得我们 很好的深思 其实我们中国一直都在讲着 一直都在讲着 但有的时候呢 好像同学们在理解 还以为是一个说教 事实不然 有很多东西 它是这个真理 它要多少年以后检验 大家才被接受 所以树立正确的金融理念 是我们学习金融学 最基本的东西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思维方式 要有科学思维方式 这个金融学的学习 我们要避免 这个两极式的 这个绝对化思维定式 就不要用对的或者错的 有些东西很难说清对错 不一定是对和错 我们就要看它接近真理的标 接近真理的程度 有些东西需要细分 分析 我们刚才讲很多东西都辩证了 有利有弊 有可能三七开 有可能四六开 可能五五开 都有可能 第二我们应用科学的分析方法 只要是科学的分析方法 多种 而不要去迷信那种直觉 或者这种很迷信的东西 第三呢 我们要用发展和动态的角度来学习 然后呢 在掌握基本知识和原理的基础上 来勤于思辨 勤于思辨 这是从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说 那么在一个方面呢 我想良好的学习方法也很重要 我们倡导同学们 刚才在课下的时候 我们交流过 现在教育教学改革的主流 是让同学们更好的自主学习 主动学习 个性化学习 所以呢 我也是希望同学们呢 在学习过程当中 听课和自学相结合 我非常倡导同学们 以自学为主 然后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也是这样 贩读和精读相结合 以精读为主 选一些经典的 一些文献和教材 那么我们在资源共享课上面 都有推荐 我们也给专门建了文献库 专门建了文献库 那么教材呢 只是大家的这个 学习的一个基本蓝本 它并不是全部 同时呢 特别希望同学们 强化预习 强化预习 我们在课下也交流了 希望同学们 在预习过程当中 事先提出问题 你们点菜 那么我们呢 老师们呢 尽量的帮助大家 来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还要注意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要更多的关注现实 同时呢 也要接受和探索相结合 勇于创新 一方面我们要接受一些 基本共识 一方面我们要勇于探索 勇于探索 那么在这个 我们在教学当中呢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 很复杂的问题 这里面呢 我主要讲一讲 这个 知识传承和能力培养的关系 我们通过资源共享课 我们认为 在知识传承过程当中 我们主要要培养能力 我们希望呢 通过资源共享课 这个平台 给大家提供多种栏目 培养大家自学能力 探索求解能力 甄别处理信息的能力 运用原理和使用方法的能力 辨别真伪的能力 独立思考的能力 和大家这个协作共识 包括呢 训练 表达和反应能力 就是进行多种能力的训练 能力的训练 那么我们在这个 教和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呢 主要是采用 以这个多元式的一个教学平台 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个教学平台当中 我们说了我们主要老师是给你们导学 这个帮助大家自学的 那么我们这个多媒体的这种 立体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支撑 那么特别是我们 现在这个资源共享课 这个资源共享课 大家可以上面呢 我们每个模块里面 都有大量的信息 所以呢 建议同学们呢 充分的利用这个多媒体 像我们这个 教学日理 包括每个模块 里边呢 都有大量的资源 都有大量的资源 供同学们呢 在学习的时候 参考运用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考核的时候 我们的教学安排和考核是相应的 因为我们采用多种教学模式 所以我们考核的分值也是多元化的 那么我们呢 有一个基本的分值图 这个多元化的考核 我们呢 是以平时的考评为基础 那个期末的考试呢 我们占比会降到50%以下 我们希望通过全程式的考核 同学们的全程的这种学习 我们都记住我们的考核成绩 其实考核的分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主要是一个评价 我们就试图通过这种评价呢 来激励同学们更好的学习 更好的掌握这门课程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